預防性於治療 鄧太的兒子阿森只得九歲 兩年前, 他已經學會上網 誰知在這段時間內 鄧太發覺兒子很沉醉玩電腦遊戲 甚怕他會因此影響功課 所以在今年二月 索性搬走電腦 他無法抗拒那種引誘 他既然無法抗拒引誘 而他也… 我覺得如果我經常說不准… 又令親子關係很緊張 既然這樣的話 我就會坐上一個暫時性的 斬腳趾鼻沙蟲 不讓兒子沉迷玩 但又不可以不接觸 鄧太於是安排阿森去社區中心 一個星期三次 那裡阿森可以玩電腦遊戲 又可以控制時間 走呀, 到中下 走呀, 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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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了, 再見 再見了 我在這裡在抗拒 因為為甚麼呢 我覺得資訊越來越發達了 他今天九歲, 我還能按照他 但到十一歲, 我想我沒辦法控制他了 你會在他身邊灌輸很多知識給他 對呀, 這樣才會害怕你的思想會退步 你會追不上這個潮流 我聽大家父母說的 其實感覺上你們不是想阻止小朋友玩的 你是想看小朋友是怎樣可以有這個控制能力 去懂得安排時間 鄧太在一個座談會上 將他的想法和其他家長分享 主港元簡先生 同意家長要了解子女的性格來做定位 但自己亦要主動認識電腦網絡 以便增強溝通 一起跟小朋友或其他朋友去找資料 甚至有些家長如果是好一點 又對於有知識 他可以在學校裏面做一些講座 幫不認識的家長去減少家長的顧慮 變成學校其實都是會有一個很大的重要角色 現時政府已經開始放大量資源 為學校鋪設互聯網絡 高科技會為學校教育帶來新局面 但如何引導學生避免沉溺於網上迷宮 將信息轉化為個人增值知識 是教育工作者面對二千年來臨的一個重要目標